近日,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索南嘉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历时八年的拉布棱寺文物保护工程基本完工 此保护工程共涉及文物本体建筑、油市彩绘、壁画、电路照明改造、安防、消防六大项目 截至目前,出两个佛电本体建筑和部分油市彩绘工程未完成 其他项目均已完成修缮 被称为世界藏学府的拉布棱寺有三百多年历史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之一 多年来,拉布棱寺虽得到多方保护 但由于建筑年代久远、自然损毁等原因 基础设施亟待改善 对此,中国官方于2012年投资3.05亿元 首次全面开启拉布棱寺文物保护工作 拉布棱寺的佛电建筑 虽然有小的修修补补 但没有进行过这么大规模的修缮 这是它的建筑三百多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 我们是根据拉布棱寺的实际需要 就是梳理了这么六大类 第一个肯定是文物本体建筑了 修缮过程当中的重中之重 以文物本体建筑为主的修缮工程 以让佛殿内的壁画也得到建筑以来的首次修复 如今走进拉布棱寺内的弥勒佛殿 沿内沿铺设的安防消防系统线路整齐有序 修复后的壁画线条清晰 再现了生动的佛本身佛经故事内容 谈及修缮最难的部分 索南家直言与其他文物建筑修缮不同 作为文保单位的拉布棱寺也是旅游景点 还有重要佛式活动举行 要综合考量寺院方和施工方的需求 协调难度大 最难推进的部分就是 这个寺院不像跟咱们的内地的一些文物建筑 寺院是正常运作的 他春夏秋冬都有佛式活动 那么怎么既不影响他的佛式活动 我们又能完成修缮任务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想到了一个分期分批分类推进 索南家透露 未完成的两个佛殿文物本体建筑 和部分油饰彩绘工程 将于2021年4月开启 同时拉布棱寺还会开启 常态化保护 并逐步由面到点 茶漏不缺 维修加固